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还可以申请换发补发 绿卡也是一样的 那么比如说移民局寄给了你绿卡 大家知道他们用的是美国邮政系统 不是用挂号信 不需要签名 有可能造成丢失 如果你没有收到寄给你的绿卡 或者有其他情况下 带在身上 带在身边 在家里丢失了 或者你收到的绿卡上面有错误 比如把你的名字拼错了 或者要过期了 应当怎么办呢 提交一个叫I90表 然后请移民局给你换发 或者补发 或者更新你的绿卡 这个需要相当的费用 一共要540美元 其中455美元的一般的申请费用 还有85美元是用来打指纹 照片等等的 Biometrics fee 注意呢 我们在这里讲的是绿卡的换发补发等等 还有另一种情况呢 是条件绿卡去除条件 比如和美国公民结婚 如果申请绿卡的时候呢 结婚还不到两年 那么收到的是条件绿卡 要提交I751将来去除条件 那么或者呢 投资移民1B5 一开始拿到的也是条件绿卡 过后呢 要提交I829来去除条件 这个呢 和我们在这里讲到的绿卡的换发 补发 延期 更新等等 是有区别 后者呢 是我们像今天讲到的需要提交I90表 那么I90表呢 可以在网上提交 但是呢 如果你认为自己符合条件 可以免去申请费 那目前还不能在网上交 只能邮寄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几种具体情况 第一呢 比较常见的 绿卡邮寄给了你 但是你一直没有收到 那么如果是邮局的原因呢 有的时候啊 这个邮局投递错误啦 或者是别的原因啊 那么邮局呢 会把你的这个邮件退回给移民局 那么移民局收到以后呢 有的时候他还会通知你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提交I90可以不收费 可以免除费 但如果是你自己本来说留下的给移民局的地址是这个地址 后来你又搬家了 没有通知移民局 那是你自己的错误 这个呢 就不一定能够免除费 如果是另外的呢 比如说我住在一个大楼里 楼里呢 有这个信箱的问题 我的信被别人拿走了 别的造成了丢失 美国的邮局和移民局呢 不一定会为此来负责 这是因为其他的第三方的原因 要看具体情况 你可以尝试 说在I90表呢 有一个选项 My previous card was issued but never received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有可能能够免费 不用交I90的费用 如果你选My card was lost or stolen 那么肯定呢 交540费用 怎么样来避免这种情况呢 如果你申请绿卡的时候 律师 那么你可以要求 律卡寄到律师事务所的地址 而不是你个人比如说 居住的公寓大楼的地址 或者呢 你个人搬家造成这个 丢失这样的情况呢 就可以相应的避免 那以上呢 无论是哪种情况 你要求这个绿卡换发 補发给你需要提交证据 比如说你I485的批准书 以及呢 或者有的人是用移民签证入境的 但是没有收到绿卡 那么你有护照上面I551这个章 作为绿卡身份的证明 需要提供这类文件的copy 以及你的其他身份证件 比如你的护照 驾照等 随着I90表可以提交到移民局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绿卡邮寄给你 但是一直没有收到 另一种常见的情况呢 绿卡上面有错误 比如说把你的姓名拼错了 或者呢 有的时候啊 有的人交了绿卡 拿到绿卡以后呢 因为结婚 离婚 别的生活中的原因又改名了 那像这种情况呢 都可以交I90表 如果是移民局的错误呢 你就不用交费 如果是自己要改名呢 那当然需要交费用 提交你收到的绿卡 另外呢 证明你正确的信息 比如你正确姓名的证件 如护照的 那么如果是你自己在申请表上写错了名字 造成绿卡上名字错误呢 那也一样呢 因为是你自己的责任嘛 所以呢 就需要付费用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绿卡要过期了 像前面说到 绿卡本身作为一个证件 有有效期 一般呢 是十年有效 那绿卡如果过期了呢 你的绿卡身份不受影响 但是拿着过期的证件旅行 或者作为身份的证明 那会有问题 所以呢 还是需要及时的 换发成新的 那么如果你看了绿卡发现 哎呀 我的绿卡过期了 或者还有不到六个月就要过期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以填写提交I90表 并且付这个540美元的费用 来换成新的绿卡 还有一点要讲到的呢 是有一些人呢 有这个小孩子拿到绿卡的 如果孩子出生在美国呢 那是美国公民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也有的时候呢 孩子出生在美国境外 和父母一块拿到绿卡 拿到的时候呢 还不到16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收到的绿卡有效期比较短 一般呢 只到孩子的16岁生日 那么怎么办呢 比如你是在孩子5岁 6岁的时候 孩子收到绿卡的 等孩子长到过了14岁的生日以后 可以提交I90表 申请换成新的绿卡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少交费用 只需要交85块钱的biometrics fee 而不需要交所有的 像前面提到的540美元的费用 好 我们这个讲座讲到的是 绿卡丢失 出错 或者要过期怎么办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